大家好,我是钟铭 第五十课,多行文字01 我们在默认选项卡出示面板 这个命令,它就是多行文字的命令 我们单击 面板标题 好 那么这里呢,是文字样式 自为当前的文字样式 就是这个 好,点开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CAD默认的有两种文字样式 自为当前 自为当前的是这个 那么可以看到呢 这个英文和这个英文是一样的 并且呢,这个它是处于选择的状态 看着要黑一些 左边这个要亮一些 我们来到注释选项卡 文字面板 那么在这里 也可以使用多行文字 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自为当前的这个文字样式 单击这里 和刚才我们讲的是一样的 好,那么我们就以,就以这个默认寻想卡注释面板这里的这个多行文字来为例 来讲解 我们要使用多行文字 就要指定多行文字的宽度 好 多行文字的宽度 好 单击多行文字的命令 提示我们指定第一脚点 那么我们可以任意单击,也可以捕捉参照点 也可以输入坐标 都可以 那么我单击 移动鼓标 移动鼓标 提示指定对角点 比如说我移动到这里 好,那么刚才所说的这个多行文字的宽度 它指的是从这里到这里 好,大概呢我在这个位置啊 单击 好了,现在呢 有一个文字编辑器 也就是呢一个上下文选项卡啊 文字编辑器选项卡 那么在这里呢 也可以看到 自为当前的 是这个文字样式 然后 自为当前的自高 是2.5 因为呢 这里是自高 这里是字体 所以说呢 自为当前的这个字体呢 是这个 那么自为当前的颜色 是Bilel 那么Bilel 它 它使用的是当前涂层的颜色 好 那么我先跟大家讲一个特殊情况 我们可以先输入英文 比如说A B C 1234 好 英文 英文 数字 那么先输入英文和数字 那么这样子的字体 它是什么字体呢 它是这个字体 然后我们输入汉字 比如说 比如说相信自己 好 我们可以选中这个汉字 选中之后 我们看到什么 看到字体这里呢 就变成了送题 那么接下来 不管我们输入汉字 还是字母 还是数字 它都将会变成送题 这个跟word文档是差不多的 好 比如说我输入A B C 是吧 这里呢 它还是送题 那么我可以把特定的字高 指定给选定的文字 比如说我选定 选定这些 那么来到至高这里 好 至高 单击 好 激活这个 这个框之后 输入至高 比如说至高为6 为4吧 为4 输入4 输入好之后 按回车键 好 就看到了这个文字的高度呢 就变了 那么我可以指定特定的字体给文字 比如说我选中前面的A B C 和1234 我要把它变成送题 因为选中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的字体呢 是这个 是吧 好选中之后 单击这里 那么这里呢 有一个小滑块 黑色的小滑块 可以呢 拖动滑到底部 差不多到底部的位置啊 好 就会看到呢 关于汉字的字体了 好 第一个呢 是送题 好 单击送题 好了 就变成送题了 当然了 也可以 把颜色指定给 选中的文字 比如说我选中 相信自己 然后单击 单击颜色 好 那么我把绿色指定给它 好 就那么简单 当然了 我也可以把 把某一个至高 至为当前 比如说我 把至高为8 至为当前啊 那么我在这里呢 激活一下这个框 激活一下这个框 然后输入8 按回车键 好 那么至高为8呢 就被至为当前了 好 那么我输入文字 比如说输入 相信啊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呃 至高 至高它就变化了 好 那么我继续输入文字 好 那么我继续输入文字 好 继续输入文字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 把鼠标 放到下方 呃 把鼠标 放到下面的边缘上 那么出现一个双向的箭头 呃 大家注意看一下 出现一个双向的箭头 那么可以 按住鼠标 左键不放 然后 拖动鼠标 那么可以更改高度 那么可以 向上拖动 好 出现这个情况呢 我把它叫做什么呢 把它叫做文字 不适应 不适应 多行文字的宽度 啊 多行文字的宽度 因为呢 有些文字呢 它跑到这边来了 是吧 那么 大家遇到这种情况 怎么办呢 呃 就是呢 把它 把鼠标 放到下面的边缘 出现双向箭头 然后向下拖动 啊 更改高度就行了 那也可以呢 把鼠标放到 右 呃 放到右边的边缘 出现双向箭头 然后呢 拉 拉宽 或者呢 给它变窄 也可以 然后呢 也可以放到这个位置 啊 这样子也可以 啊 都挺自由的是吧 好 怎么修改行锯呢 比如说我选中这两牌子 这里呢 行锯啊 单击 那么默认的 有那么几种行锯 让我们选择 啊 下面呢 有一个更多 可以单击更多 啊 这里 断路行锯 好 勾选 那么下面呢 可以单击啊 有三种方式 可以选择 那么我就默认的 这里设置值 默认之一 大家可以改一下 比如说改成 改成 1.8 好 好 之后呢 单击确定 好 那么至高呢 它就 啊不对啊 那么行锯呢 它就改变了 好 那么关于这个 段落面板 它跟普通的文档软件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来自己试一试啊 好 我们在输入好文字之后 呃 要结束编辑 可以单击这里 关闭文字编辑器 或者把鼠标移到外面空白的地方 单击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说要再想修改呢 双击多行文字 双击 那么就可以进入文字编辑器啊 进一步的修改 好 那么给大家讲一个小技巧啊 好 单击多行文字 那么这里呢 有一个编长为50的正方形 好 这个时候我把第一角点指定到这个端点上 把对角点指定到这个端点上 好 比如说我输入一个6 好 选中这个6 把字高呢 改成一时 好 输入一时 回车键 对正这里 好 单击 给它改到正中 好 单击正中 好的 鼠标呢 移到空白的地方 单击一下 好 那么可以看到啊 这个6呢 在正方形的正中央 好 这个小技巧 对以后大家 一定会有用的 好了 那么我们 输入的这个多行文字 它都是归属到当前图层的 当前图层是现图层 当然呢 我们也可以选中文字 把它切换到别的图层 也可以 比如说我选中 把它切换到标注图层 因为标注图层 它的颜色 是黄色 所以说呢 它就变成黄色了 好 这些文字呢 就变成黄色了 但是呢 唯独 这四个字 没有变成黄色 为什么 因为这个 因为这四个字 它是 使用了别的颜色 就是没有使用bilel 因为只有使用了bilel 那么在我们 把文字切换到别的图层的时候 才会 继承 可以说继承 继承图层的颜色 这个好理解 再比如说呢 我们把标注图层 置为当前 然后我们 用了一下 多少文字啊 好 我们提前呢 把字高改一下 比如说改成 8 好 输入8 回车键 那么我们再输入一些文字啊 比如说 abc 好 我们可以看到 它就是黄色的了 而且呢 看到的 这个bilel 它也是黄色 啊 就这个意思了 好 然后点开 下面的这个byblock 这个byblock呢 一般用于快 这个我就不多讲了 那我们这节课 大家先学会这些的基础知识 我们后续的课 再进行更多的讲解 好的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谢谢